你能相信吗 帆船为了让自己开得更快 居然能够凭空找出风来 这是怎么回事 时速100的发动机 能够把汽车开到时速200吗 当然不能啊 但是帆船就能用时速46公里的风 把自己开到接近130公里的时速 超过发动机仅3倍 这又是如何做到的 我是百科悬术火箭术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看起来非常反直觉的现象 作为自身不带动力的帆船 风就成了其唯一的动力来源了 而常识告诉我们 风在后船在前直接对着它吹 能够把最大的风力传递到船身上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理应使船跑出最快的速度 没错吧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最快速度有可能达到 甚至是超过吹着它前进的风的速度吗 我们来看看啊 随着船速增加呢 船和风之间的速度差也在逐渐的减小 而帆船的推力正是来自于这样的速度差 速度差减小了 意味着帆船所获得的推力也减小了 但是有样东西却在不减反真 那就是帆船所受到的水的阻力 最终呢 仅深一点的推力和阻力达到了平衡 帆船便失去了加速度 只能定格在一个比风速略小的速度上 匀速前进了 看起来啊 即便是在理想情况下 帆船应该连跟风速平起平坐的机会都不会有 那还能超过它呢 但正式情况就是啊 现代帆船不仅能够比风跑得快 而且还能比它快很多 这不逆天了吗 好比说你的同学吵了你的试卷 居然超出了比你高好几倍的成绩 你说这气不气人 哎 才真不怪人家 关键是人家对于答案的理解深度 是跟你不一样的 帆船对风的理解 也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么直白 在他的眼里面啊 他不是帆 而是机翼 哎 就像是风并不会直接从下往上吹 然后把机翼连带着人家飞机 吹起来一样 帆也不会让风直接对着他的后面吹 而是跟机翼一样 与风之间保持一个相对的水平关系 然后利用更加强大的胜利来使他前进 所以鼓起来的船帆从截面上看起来呢 也就长得跟一只机翼没太大区别了 波鲁力效应在这里也秀出了自己的肌肉 看起来似乎跟空气有点关系的 就很难跑出波鲁力的掌心啊 关于胜利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相关的话题了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今天一会儿一定要去刷一下哦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帆船把风 从作为推力升级成作为升力后 该怎么操作 由于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风向的 所以想要让帆船向前开 那么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让风从帆船的正侧面吹过来 然后把帆以一个较小的夹角 对齐风向就好了 看起来跟飞机的机翼要做的事情 简直是一目一样的 这个时候风作用于帆产生的升力 正好跟船头的方向一致 自然就能够让帆船前进了 由于在这种情况下 帆船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 其自身跟风之间的速度差 所以哪怕它开的是越来越快 只要风速不变 也能够获得持续二稳定的动力来源 换句话说 就是由风提供的加速度 是始终存在的 那么这样讲起来 这个时候的帆船 是不是就能够一路高歌 越跑越快 然后超出风速的数倍呢 很遗憾 也是不行的 因为别忘了 随着船数增加 水对船身的助力 也同样是在增加 两者还是会达到一个平衡点 然后船数又被锁定了 那么有没有能够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呢 有的 那就是增加风速呗 因为风速越大 所能够提供的声力也就越大 你看飞机在起飞时 为什么要拉满发动机 让自己加速到时速几百公里 不就是为了提高吹过来的风速 产生足够的声力吗 但问题是 人家飞机是有发动机的 想要风速可以自己创造 你海面上的帆船 有自己造风的能力吗 不可思议的是 有的 实际上让帆船产生更大声力的 更大的风 就是由它自己创造出来的 然后供自己使用的 我怎么有种仿佛在说 左脚跟右脚就能够飞起来的感觉呢 但实际上在这儿呢 它是相当科学的 是由运动的相对性所决定的 这一点相信民间发明家 黄博神有体会 在海面上 如果你静止不动 会感受到针锋 也就是原本真正的风速 而如果你动起来 就会感受到适风 这个跟你运动的方向 速度 以及它跟针锋之间的关系有关 是个相对概念 相信坐在黄博拖拉机里面的乘客 对此都有着深刻的理解 针锋 传速 试锋都是始量 都有方向和大小 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如下 可以看到在针锋不变的情况下 传速越快 试锋也就越大 而真正作用到翻上的 其实是试锋 那也就是试锋越大 产生的生力也就越大 把传速推的也就越快 越快的传速再反过来增加试锋 又可以让传速变得更快 你看啊 它们之间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完美的正循环关系 试锋增大 生力增大 传速增大 然后试锋增大 生力增大 传速增大 然后 这个循环无限进行下去 岂不早晚超光速吗 哎 想得美啊 试锋的大小的确在不断地增加 但是它的方向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呀 而且是越来越朝着正逆锋的方向改变的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改变翻的位置 来迎接越来越大的试锋 从而产生出越来越大的生力 但是由于生力的方向是垂直于风向的 也就是试锋的方向 当试锋变得越来越靠近正逆锋方向时 生力的方向早就不再跟翻船前进的方向一致了 而是越来越些越来越些 直到把翻船推翻掉 所以能够自己造风的翻船也是有个度的 只要不偏不移 正好调到了那个度 不仅能够比自己的发动机还跑得快 而且还能跟自己的发动机反着干 逆风而行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